這個影片主要是要來向大家介紹關於這個冰柱的技能 在決鬥場上呈現的是什麼樣的效果 那各位其實可以看到 他這個技能是在PVP上會比較 屬於 更慢的方式 你如果在一般練功的話會是比較快的施放方式 但是你如果今天是在 決鬥場上的話 他會讓你的施放的段數呈現比較慢的方式 然後讓你在決鬥場上可以呈現 更久的無敵狀態 那但是呢他這個技能也會相對的喚醒 敵人 就像 安妮卡的52技一樣 只要一旦放下去的話別人 只要有辦法按技能他就可以 進行技能的施放跟你 抵消技能 然後或者說進行繞跑的方式 所以這樣子 在整個工會戰的使用上就變得比較 不好操作 容易造成隊友死亡 甚至說自己被 像魚果那種 旋轉轉很久 反而到時候你把他喚醒之後他轉得比你久 換你被打倒在地上 那其實都是蠻高風險的一個技能 那主要還是讓各位看說這個 冰柱的技能 在 決鬥場上的使用方式目前是覺得 蠻危險的 因為 第一他的CD之間那麼久 然後再來就是 他這個段數 在打的時候 會把敵人給喚醒 其實都蠻危險 我還有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他的水龍 施放速度變得很快 等於說你就算火球 接隕石 然後再接水龍 這樣子敵人就不會再爬起來 以前 像在玩那個國際版的話 你的火球接隕石再接 水龍的話通常敵人都能夠站起來 那至少這邊看到的是他水龍的時間 變得更快 就是 時間更短然後施放的速度更快讓你 錯走不及 沒辦法從地上爬起來 這樣子對整個法師在 火球 隕石 水龍 這樣子的 接技方面就變得很安全 這是我發現 在韓版方面 有 這樣的優勢 那 之後 有那個82級的技能在跟各位做介紹 在打到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